国内疫情的部分 指挥中心今天公布 新增有14例境外移入的案例 其中有7例是Omicron 都是至少接种了 两剂疫苗的突破性感染个案 另外在7加7方案 有两人是在反加检疫前验出 而指挥中心表示 对社区没有威胁 本土案例则是持续加龄的 也没有新增的死亡案例 这类型的情况也提供给您了